女孩从小没了母亲,于是她把一匹母马当成了妈妈 母马也非常突然性,女孩去到哪里就跟到哪里 女孩累了就背着她走,下雨了就会用身体为女孩挡雨 大家好,欢迎收看老吴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人与马的温馨故事,方唐 小美是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她本该拥有幸福又快乐的童年 但母亲突然离去,打破了这一切 失去母亲后的小美,与不太会表达自己内心关爱之情的父亲相依为命 日子突然发生了变化,小美实在太思念母亲了 想扑到母亲的怀里,再讨一个拥抱 冰天雪地里,小美滴滴重重的走到母亲的墓碑前 但她年纪实在是太小了,体力也不够 被动了许久的小美,终于还是引导在母亲的墓碑前 或许是上天的眷顾,也或许是母亲的保护 一匹名叫将军的母马,一路跟着小美 下她晕倒后,将她救回了家 经此一事,小美就对将军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在之后的日子里,小美与将军相依相伴 将军就好像小美的母亲一样 小美去到哪里,将军就跟到哪里 小美累了,就背着她走路 下雨了,就用身体为小美当雨 就这样,将军陪着小美度过了一个美好的童年 小美长大了,成了一个亭亭玉丽的姑娘 她有一个小小的梦想 想做一名优秀的骑手,飞奔在塞巴场上 但她的这个小愿望,直接被父亲否决了 比起做一个看起来不太靠谱的骑手 父亲还是更希望她能够平稳地读完大学 然后再平稳地结婚生子 非常有主见的小美,自然不会轻易被父亲打败 她也是会偷偷地联系骑马 甚至还偷偷地报名了骑手考试 但让梦想照进现实的路,总不会平坦 在一个雷雨交加夜,怀了孕的将军即将生产 眼线着小马就要出生,将军却耗尽了力气 一个小生命平安诞生了 可将军却永远都离开了 小美十分伤心,从小失去了母亲 现在又失去了将军 她很难过,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想了想,眼下她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医生看着刚刚出生,就没有母亲的小马 想要为她实行安乐死 毕竟,一匹没有母亲的马很难健康平稳地长大 或许,她连站都站不起来 听了医生说的话,小美既伤心又气愤 她告诉在场所有人,自己也是从小就没有母亲 但自己也一样成长得非常好 从现在这一刻起,小马就是自己的弟弟 她会亲自帮助小马成长 成功就下小马后,小美果然没有辜负自己说的话 不仅帮助小马站了起来 还为她起了一个非常酷的名字,雷鸣 小美与雷鸣的关系非常好 她还发现,雷鸣特别喜欢方唐 一针一马,慢慢变成了亲密无尽的家人 也是关系非常好的朋友 更是心灵相通的战友 日子过得平凡又充实 小美也在向着自己的目标不断努力,不断前进 但父亲却在无意间,知道了小美要考歧视证的事情 为了阻止事情的发生 父亲做了一个让小美无比痛心的决定 她将雷鸣卖给了一个马戏团 当小美发现时,雷鸣已经随着船只远航而去 小美崩溃不已 失去雷鸣的她,伤心地离开了一直生活的家 小美独自来到驱马场 从基层做起 她决定,无论如何都一定要实现梦想 无论是为了自己还是雷鸣 她必须要努力,要坚持 可事情的发展,总不会顺自己的意 纵使小美有着一腔热血 但现实还是无比残酷 骑手基本都是男性 小美的领导也是,她当初会选小美 可以说是纯属意外 所以毫不意外的,小美总是被分配 去干一些无关紧要的活 好不容易能够上散马场 也只是去当炮灰 小美内心十分不愿做这些事情 但她没有能力拒绝 为了实现梦想 小美只好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 要忍耐,要坚持 然而这样忍气吞声 换来的并不是康庄大盗 而是领导一次又一次更过分地要求 领导想让她放弃 那所谓的坚持了很久的原则 让她在赛场上干扰其他骑手 甚至还不断打压她 找她的麻烦 但小美却从未妥协 她坚信 一个好的骑手是要与马沟通的 一条没有温度的皮鞭 远比不上一颗有温度的心 而此时的雷鸣 其实过得也非常不好 离开小美后 雷鸣被迫在马戏团营业 还被残忍地烙上了标记 马戏团里没有小美的陪伴 没有小美的关爱 也没有小美给的 专属于她的方唐 其实 小美也一刻没有忘记雷鸣 也期盼着能够与其重聚 但地广辽阔 人和人再次相遇都十分困难 更何况一人一马呢 不知又过去了多久 小美在骑马场 还是得不到重用 而她也在领导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之下 境界心灰意冷 终于 她在一次比赛之后 决定离开这个 让她伤心的地方 或许 上天还是平安心闪之人 就在小美坐上大巴车 准备离开之时 一阵清脆的铃铛声 一批眼熟的不能再眼熟 还无数次 出现在自己记忆里的马 出现在了她的眼前 小美激动地让司机停车 用最快的速度 向雷鸣跑去 此时的雷鸣 也发现了自己思念已久的小主人 她挣脱了束缚 来到了小美的身边 一人一马相对无言 小美轻轻抚摸着雷鸣 默默流下了眼泪 分开这么久 他们终于又相遇了 小美带着雷鸣 又一次回到了家里 父亲似乎更藏老了 从叔叔的口中 小美得知 当年送走雷鸣后 父亲也十分后悔 所以这一次 小美和雷鸣一起回来 父亲其实还是很高兴的 平静的日子 似乎又回来了 小美与雷鸣又走了一遍 曾经走过的路 他们一起躺在地上 望着蓝蓝的天空 漂浮的白云 然后 小美又一次骑上了雷鸣 驰骚在辽阔的草地上 感受着风 从自己耳边吹过 而这一幕 恰恰被 圆巡马场的另一位领导 胡子哥看到 他这一次找大老板来 是寻找优良马匹的 胡子哥不同意 小美之前的那位领导 他与小美一样 对马有着不一样的感情 原先在迅马场的时候 胡子哥就很欣赏 小美的执着 在看到小美与雷鸣 自由自在地 驰骋在草地上后 他当即决定 邀请小美与雷鸣 一同回到迅马场 作为骑手 来参加比赛 之前在迅马场 小美对胡子哥 这个领导的印象 也十分不错 所以也算是一拍即合 重回迅马场的小美 心心满满 想着终于可以大展拳脚 实现自己的愿望了 但现实还是又给了他 一记重拳 没有赛马经验的雷鸣 首战告败 小美有些失落 但他很快调整好了 自己的状态 带着雷鸣加紧训练 等着再战 终于又迎来了一场比赛 小美与雷鸣 一同奔驰在赛场上 状态好极了 就在这时 之前领导的队员 突然骑着马 来到了自己身边 打算用危险的办法 让自己出局 于是两人在赛场上 拉扯着 小美同组的队员 为了帮他解围 不小心从马上摔了下来 了结了此生 小美痛苦不已 案子发誓 一定要夺得冠军 大赛即将到来 雷鸣与小美 在赛场上的配合 越来越好 多年来的愿望 似乎马上要实现了 然而就在这时 雷鸣竟然被查出 患上了严重的肺病 如果做手术 那么必定会错过比赛 如果呆病比赛 那么雷鸣一定会 失去性命 小美在得知这个消息后 内心无比煎熬 他舍不得雷鸣 宁愿放弃比赛 他也是舍不得雷鸣的 但雷鸣 其实也舍不得他 舍不得看着他 又一次错失 实现梦想的机会 最终 还是由灵性的雷鸣 自己做了选择 陪伴着他 最后一次走上了战场 雷鸣在自己生命的 最后一刻 陪伴着小美 完成了他的梦想 在倒下的那一刻 雷鸣的内心 一定是平静的 是幸福的 而小美 也一定会一辈子 取得雷鸣 记得这位陪伴着自己 走过孤独岁月 走过迷茫 走向希望 拥抱成功的家人 其实 有的时候 动物真的比人类 更加纯粹 它们很简单 就是你对我好 我便一直忠心于你 所以 无论何时 不要觉得自己有多高贵 最起码 对待小动物时 哪怕不爱它 也不要去伤害它 好了 电影结束 喜欢视频的朋友们 记得给老五点个关注 再走哦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